推广城市教育 丽人国中利用了寒假期间 开办国际科技营 来学习正式麦克币的硬体写城市 更利用了编码设计出了麦昆小车 这一天以组队竞赛方式验收成果 学生也需要将设计好的麦昆小车 依照游戏规则来完成政务 过程不但是有趣又好玩 让很多学生都直呼 是收获良多 丽人国中学生说明游戏规则 接着参赛学生要用自己设计的 麦昆小车完成指定的交通任务 一旦城市出错 就得重来过程有趣又好玩 因为我未来要鼓励人国中 所以先来这个科技营试试看 然后有很多好玩的东西 还可以坐好玩的车子 就是可以学到就是合作精神 然后如果你以后要用话也用得到 就是一个很实际的东西 很容易学起来 而且也很容易记忆 然后学习的成果非常好 他们很容易就懂 而且还有些还会超进度 然后提前把所有的课程完成 我觉得他们很棒 推广城市教育 令人国中利用寒假开办国际科技营 教学生写程式 利用遥控麦昆小车 让学生了解安全的交通规则 不但训练逻辑思维也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 机器人我们这一次的主题 是让孩子去学习交通安全的规则 那我们就设计一个 类似像那个汽车的驾训厂 然后他们运用他们的团队 团队精神 就是彼此之间要有默契 然后车子跟车子之间要有礼貌 那各自的完成 到达自己车子应该要停放的位置 那在这一次的过程当中 我也看到那个孩子他们还蛮有潜力的 这一次课程吸引近30位学生参加 由学长带领学弟妹方式学习 再用组队竞赛方式验收成果 增进学习兴趣 也让每位学生都具备城市设计和资讯素养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报导